《潮州木雕》发源于广东潮山地区 2006年潮州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由于作品《游七色金,金碧辉煌》 潮州木雕所以又称为金七木雕,始于唐代 在明清时期相当发达 潮州木雕和东洋木雕,黄洋木雕,龙眼木雕 予为中国四大木雕 主要用来装饰建筑,神器,家具装饰等等 潮州木雕选用章木和铲木作为雕刻材料 主要是这两种木材发出芳香的气味 又可以收到防虫功效 选好的木料放在通风库房两年 木料的含水量减到百分之十左右 足够干燥的木材不会变形和干裂 木雕的内容十分丰富 有人物、动物、山水、佛像等等 而且特点是善用木雕内容来讲故事 以浮雕、通雕、多层漏雕、圆雕手法 吸收中国绘画、散点透视的传统技法 尤其在人物题材的作品 经常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 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物组合 在同一个画面上分成主次和上下 只要跟着一幅幅看下去 作品交代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脈 潮山是沿海城市 生活在那里的人多数都是靠捕鱼为生 虾蟹、渔民的载物用具代表渔民起获丰收 因此花篮、海龙是潮山木雕都喜欢的题材之一 而多层次的漏雕、漏空穿透 一般作品是两层到六层 最适宜表达这种层次丰富的题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潮州今七木雕作品都会涌现新的题材 一派一派新的木雕工艺家相继涌现 将这项传统工艺继续传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